《大明星》 歡迎收看大明星 新的一季就是即將在 幾月幾號要演 8月23 那大家現在手上都有一個拍拍手拿舉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為了要跟大家 讓大家比較簡單容易了解說 在這齣戲裡面 錯綜複雜的男女關係 就是從他們拍拍手的顏色 就可以知道他們的配對 這部戲有一個理念 真心不變 所以他沒有辦法配給其他人 不曉得一下 你的第一季跟第二季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季就是我跟 維持林女主角的一個 兩個人的世界 我們兩個人去 只有兩個人而已 所以第一季只有兩個人而已 對 天啊 我們製作費變高 所以振起來 哇 我沒說 我沒說 對對對 然後現在呢 然後現在就是 多了 多了四個 多了油品 對你來說 不會啊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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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宁雅 她是陳 陳宁雅對不對 嗨 我是宁雅 然後 您叫咪雅 然後 我在戲裡是扮演一個 天然傻的人 女生 哈哈 然後 紫維是我弟弟 我在戲裡暗戀少語 暗戀少語 但是你配給那個 幫自喜歡我 幫自喜歡 喔 喔 喔 感情就是這麼複雜 就是你喜歡的人 跟她喜歡你的人 就是一直錯綜複雜 對 然後我們來從子山也跟大家 介紹一下自己 來 哈囉大家好 紅色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子山 然後 呃 這次在女孩要幹嘛 裡面飾演是一個 比較直接 然後 比較豪爽吧 然後就是 一般 一般在 在生活周遭 會有一種女生就是 我什麼都不需要 就是我還是可以靠我自己 然後就是 她就是一直被我打槍的那個 她是 欸 紫維 喔紫維 對 喔對啊 你們有一個粉紅色的那個 愛心手 對 對 對 然後 然後 就很開心 參與這一次的演出 因為大家都很努力 很認真想要 就把這個影片做好 是 那接下來就是換第三位 好 你今天很安靜耶 我也很安靜嗎 大家好我是 方志 耶 謝謝 謝謝 然後 我在戲裡面就是 個性是比較調皮一點 比較調皮一點 對 然後會對 喜歡的女生 惡作曲 喔 幼稚 所以你會對令雅做些什麼 不人道的事情 對不對 沒有到不人道 不是 調皮 調皮 調皮啊 應該說你會做什麼 令人髮質的行為 怎麼樣 抓一下那個辮子 什麼之類的 是不是 辮子嗎 會戳他臉啊 或者是之類的 戳他臉 戳他臉根本會 撩坡人家把你這個人 把那個撩坡當成 是不是對他有些什麼調皮 你少在那邊給我抓 很調皮 你有經驗吧你 沒有 太久了 那黃子維好好介紹一下自己 然後也介紹一下 戲裡面的自己 好不好 說話了 大家好 我是子維 然後我在戲裡是一個 個性上是那種母胎單身的男孩 然後看到子山就有點一見中庭 所以每天都圍在他屁股後面 繞啊繞啊繞啊繞 所以你不會這樣前面你都一直在他屁股的後面 沒有 我會在他身邊小朋友 不是因為你講話就是都比較具體的描述 所以我也會有一些你這個 就是 對對對就是 他那個坐標我就會比較有一些畫面 就是跟屁蟲跟屁蟲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然後一直被打槍然後很傷心 然後但是還是繼續喜歡 你可以做一個被打槍後傷心的表情嗎 來3 2 1 Action 然後幫助他 嗯 是你美術系的同學 對我美術系的同學 然後他在追我的姊姊 所以 我還在想我要不要讓他成為我的姊夫 所以我最近這幾個禮拜 一直在想這個系 到底會怎麼發展 所以大家要去支持一下 接下來就剩下一個老鳥 不是啦 許少瑜 我們可以從這個講座當中 可以感受到他受歡迎的程度 哈囉大家好我叫許少瑜 然後我就是女孩要幹嘛第一集的男主角 然後現在也到了第二季這樣 對 介紹一下第一季跟第二季有什麼差別 除了你在人生配對上出現了變化以外 第一季就是我剛剛說就是簡單就是我們跟我女朋友兩個人故事 然後我們情侶日常間會出去遇到的一些爭吵或是一些課題 是 吃醋的一些行為這樣 然後第二季就變成是 整個故事線變大 學弟學妹進來然後 就感情世界變得複雜一點 對變得比較複雜 然後人設變得不太一樣 對我也變得不太一樣 然後我的工作也變得不太一樣 我覺得感觸最深就是 就是一開始女孩是一個 呃 蠻謹配的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一個人都每個人都身兼多子 是 所以當時第一季有擔任剪接或是後製 是沒有 沒有 都想要身兼多子講到幕後心酸 沒有 那我看他們團隊們都很辛苦 對 一個人當好多人用 然後現在我就是 欸 慢慢的就 大家都進來了 真的 對啊 所以就真的一起打拼的感覺啊 真的蠻開心的 人的生命當中 還是會存在有一個唇愛的過程 然後就讓大家去回味這樣的一些 點點滴滴 然後雖然長大以後 就要再回去唇愛的世界 真的會比較難 所以你們要好好珍惜在演戲 把唇愛這個事情演好一點 好不好 好 那陳妮亞就用那個 楊的笑聲來表達你對 這個唇愛世界 你的就是參與跟你的喜悅 來 三二二一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他有收斂了誒 有 他收斂了 他後庭 我沒有 打電台 慶